另一位大家都同樣擔心的妹姐 就已經振作起來,重新投入工作 哥哥走了,現在剛剛一個月 從我開始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到今天,可以說是 我寧生了幾大的口感 我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我心裡無法呼吸,很可惜 我心裡好像麻痺一樣 沒有知覺,沒有潮緒 我身邊很多朋友一直告訴我 不要讓你一定要站起來 今天,我們看到香港昨天有一個很困難的困境 如果不關我的話,他會站出來 走出來第一個會告訴我 不用怕,這是難關而已 我們一起度過 如果昨天有令的話 希望他保護我們,保養我們 香港快點去度過這次的難關 由於唐先生一直是傳媒的焦點 所以記者會正式結束前 哥哥的家人陪他提早離開 希望引起運緣 而梅姐就繼續跟傳媒說回哥哥的往事 因為我跟他在一起 走過二十幾年 跟大家從零年開始 什麼都沒有 大家好像坐機還是坐 經濟客位 很辛苦 我們住的 我出去表演的時候 住的房間 都不是說一些美的套房 都是一些很雜的地方 我們這樣捱出來 他其實 根本就是給我的親人 可能的感覺 就是多了一份更加親的感覺 有電影公司想開拍哥哥的傳記 梅姐表示有難度 他亦提出一個要求 要拍哥哥,談何容易 誰真可以做到他 無論如何都好 希望他好好地去正面講哥哥 不要話中最重 最後記者問梅姐有沒有慰問過唐先生 大家都明白 現在最好的 給他的治療方法 就是讓他靜靜地去生活 太多人在他切出這麼轉 或者在他家裡 是否真的可以幫到他 不是 因為實際上以後他的人生 都是同同我都要面對 不如讓他想 他繼續下來應該想怎樣 我也希望傳媒真的 麻煩了 放過他們 真的 不要再煩了 我想 佛哥哥生之前已經救了我 那些人已經救了 現在放過他家人